甜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为推动离岛开发建设,健全产业发展,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保存文化特色,改善生活品质,增进居民福利,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之离岛,细致与台湾本岛隔离属我国管辖之岛屿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重大建设投资计划,细致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之重要产业投资或交由民间机构办理公共建设之计划 第四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行政院,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为审议,监督,协调及指导里岛建设,中央主管机关得设置里岛建设指导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召集之 前项指导委员会之主要执掌为审议里岛纵合建设时施方案及协调有关里岛重大建设计划推动等事项,其设置要点,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条,县,市,主管机关应依据县,市,综合发展计划,拟定四年一期之里岛综合建设实施方案,其内容如下 一,方案目标及实施范围 二,实施策略 三,基础建设 四,产业建设 五,教育建设 六,文化建设 七,交通建设 八,医疗建设 九,观光建设 十,警政建设 十一,社会福利建设 十二,天然灾害防治及烂葬,烂肯,烂建之改善 十三,分年实施计划及执行分工 十四,分年财务需求及经费来源 十五,其他 第六条,离岛综合建设实施方案应经离岛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后实施 前项实施方案 前项实施方案,县,市,主管机关每四年应通盘检讨一次,或配合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之修正,进行必要之修正,其修正程序,依前项程序办理 第七条,为鼓励离岛产业发展,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为重大建设投资计划者,其土地使用变更审议程序,自申请人送建制土地使用分区或用地变更完成审查,以不超过一年为限 前项重大建设投资计划之核定标准,由离岛建设指导委员会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重大建设投资计划其都市计划主要计划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变更邮限,市,政府和定之,不受都市计划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及相关法令之限制 第八条,离岛重大建设投资计划所需用地,属公有土地者,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办理拨用后,定定期限以出租,设定地上权,信托或以使用土地之权利金或租金出资方式,提供民间机构使用,不受土地法第25条,国有才产法第28条或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之限制 离岛重大建设投资计划属交由民间机构办理公共建设者,其所需用地属私有土地时,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民间机构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以一般买卖价格架构,协议不成或无法协议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办理征收,于征收计划中载明以联合开发,委托开发,合作经营,出租,设定地上权 信托或以使用土地之权利金或租金出资方式,提供民间机构开发,兴建,营运,不受土地法第25条,国有才产法第28条或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之限制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县,是,政府为因英民兼机构投资里导重大建设取得所需土地,得选定是当地区,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后进行办理区段征收,区段征收范围确定后,经规划为因英民兼机构投资之土地得欲为标授,不受平均地权条例第53条及第55条之二之限制 第九条,本条例适用之地区,于实施战地政务终止前,或实施战地政务期间被占用于终止后,应征收、架构或征构后登记为公有之土地,土地管理机关已无使用或四时已废弃使用者,最迟应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2年12月20日修正施行之日其二年内全数公告,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继承人并得于公告之日其五年内 向该管土地管理机关申请按收件日当年度公告地价计算之地价购回其土地 但征收、架构或征构之价额超出该计算所得之地价时,应兆元征收、架构或征构之价额购回 土地管理机关接受申请后,应于30日内答复申请人,其经审查和于规定者,应通知该申请人于30日内脚架,借其不脚架者,注销其申请,不合规定者,驳回其申请,申请人如有不符,得向土地所在地县,是政府申请条处 前项其兼于必要时得延长一个月 县、市、政府为第二项条出时,得准用土地法第59条规定处理 金门地区土地,非经有长征收或架构等程序登记为公有,于实施占地政务中指前,其地上已有建物或坟墓等足资证明其所有者,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或占有人得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2年12月20日修正施行之日 其5年内减负相关证明文件申请土地管理机关会同地震机关勘查,精确认属实且无公用之情形者 得救其建物,坟墓所在位置核算面积,并按申请收建日当年度公告地价计价让售其土地 马祖地区之土地,自民国38年起,非经有长征收或架构等程序登记为公有,致远土地所有人或何于民法务权边施行法第9条规定之是为所有人或其继承人丧失其所有权,土地管理机关已无实用土地之必要者 因自本条例中华民国102年12月20日修正施行之日起5年内,依远土地所有人,视为所有人或其继承人之申请返还土地 土地管理机关有继续使用土地之必要者,应依法向原土地所有人,视为所有人或其继承人办理征收,架构或租用 其以依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安全吉府岛条例提出请求经驳回者,得在依本条例之规定提出申请 前项返还土地实施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项申请购回,第五项申请让授及第六项申请返还土地,不授都市计划法第52条,第53条,土地法第25条,国有才产法第28条,第33条,第35条或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之限制 澎湖地区之土地,凡未经政府机关依法定程序征收,架构或申构者,应比照办理 第九之一条,本条例适用之土地于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安全吉府岛条例 第十四条之一适用期间申请发还土地者,应该土地为政府机关使用或已已转于私人至无法发还土地 得自本条例修正施行之日期二年内,请求该公地管理机关或原处分机关以申请发还时之地价补偿之 其补偿地价准用土地征收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办理 前项补偿条件,申请期限,应付证件及其他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九之二条,本条例适用之地区于实施占地政务中指前 曾于金马地区申请核准荒地承肯并以一线实施开肯 躺其后因军事原因至未能继续耕作取得所有权者 承肯人或其继承人自本条例修正施行之日期二年内 得向该公地管理机关申请补偿其开肯费 其已取得根作权者,按其取得根作权之年限,以申请实施公告土地限值计算补偿之 前项补偿条件,申请期限,应付证件,补偿金额及其他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九之三条,金门地区位于雷区范围内之土地,非经侦收获架构等程序有偿取得登记为公有者 中华民国六十年四月三十日布雷钱支援权利人,何于民法规定时效完成取得土地所有权之占有人或其继承人 得于本条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期五年内,向土地所在地地政机关申请返还 依钱向身请返还土地者,应捡据其属布雷钱原可主张取得土地所有权或何于民法规定时效完成取得土地所有权之下列证明文件之一 一、布雷钱支土地权利证明文件 二、当地乡、镇、公所或其他政府机关出具之证明 三、雷区土地所在二人以上四邻证明或村、李、掌出具之证明书 前向第三款出具证明书之四邻证明人或村、李、掌、于被证明之四十发生期间,应涉及于申请返还土地所在或毗邻之村、李、且具有行为能力,并应会同权利人到场指借测量确认借指,经土地所在地地政机关通知二次军 未到场者,驳回其申请 上开证明书应载明约记之土地面积及细证明人亲自观察之具体四十,而非推断之结果 证明人证明之占有其间户籍如有他签之行使者,申请人得另觅证明人补足之 第一项申请返还土地案件应检据之证明文件有不全者,土地所在地地政机关应通知申请人于三个月内不证,不能不证或借其位不证者,驳回之 经土地所在地地政机关审查无误者,公告六个月,并通知土地管理机关,公告其满无人提出异议者,由土地所在地地政机关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 原土地管理机关有继续使用土地之必要者,应依法向土地所有权人办理租用,架构或征收 土地所在地地政机关办理前项审查,当地县政府,土地管理机关及相关机关应配合会同办理,公告其间如有他人提出异议,准用土地法第59条第二项规定予以调处 第一项申请返还土地,不受都市计划法第52条,第53条,土地法第25条,国有财产法第28条,第33条,第35条或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之限制 第一项雷区范围内之未登记土地办理土地所有权第一次登记,该土地于布雷前已完成时效占有,因布雷而丧失占有者,视为占有不中断,其登记案件审查之不证,公告其间及证明人之资格,条件等,准用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 第十条,澎湖、金门、马祖、绿岛、蓝宇及琉球地区之营业人,于当地销售并交付使用之货物或于当地提供之劳物,免真营业税 澎湖、金门、马祖、绿岛、蓝宇及琉球地区之营业人进口并于当地销售之商品,免真关税,其免税项目及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定之 第十之一条,为促进黎岛之观光,在澎湖、金门、马祖、绿岛、蓝宇及琉球地区设置黎岛免税购物商店者,应经当地县,使,主管机关之同意后,向海关申请登记,经营销售货物与旅客,供惜出黎岛地区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进除供销售之货物,应依关税法规定办理保税进除保税仓库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销售货物,营业税税率为零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自国外或保税区进除供销售之货物,在一定金额或数量范围内销售与旅客,并由其随身吸出黎岛地区者免征关税、货物税、烟酒税及烟品健康福利捐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进除供销售国内产制之货物,在一定金额或数量范围内销售与旅客,并由其随身吸出黎岛地区者免征货物税、烟酒税及烟品健康福利捐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设置之资格条件,申请程序,登记与变更,前二项锁定之依定金额或数量,销售对象,通关程序,提货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违反依前项锁定办法有关登记之申请,变更或换发,销售金额,数量或对象,通关程序,提货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定者,海关得于警告,并限其改正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还,并得按次处罚,连续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为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停业处分 黎岛免税购物商店销售与旅客之货物,其数量或金额超过第四项及第五项支线额者,应依关税法,货物税条例,烟酒税法,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规定计算税额,由旅客补缴关税,货物税,烟酒税,烟品健康福利捐及营业税后,使得吸出黎岛地区 第十之二条,开放礼岛设置观光赌场,应依公民投票法先办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案投票结果,应经有效投票数超过两分之一同意,投票人数不受限,使,投票权人总数两分之一以上之限制 前项观光赌场应附设于国际观光度假区内 国际观光度假区之设施应令包含国际观光旅馆,观光旅游设施,国际会议展览设施,购物商场及其他发展观光有关之服务设施 国际观光度假区之投资计划,应向中央观光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其申请时程,审核标准及相关程序等事项,由中央观光主管机关订定,报请行政院同意后公布之 有关观光赌场之申请程序,设置标准,执照合发,执照费,博弈特别税及相关监督管理等事项,另以法律定之 依前项法律特许经营观光赌场及从事博弈活动者,不适用刑法赌博罪章之规定 第十一条,各离岛驻军或军事单位,在不妨爱国防及离岛军事安全支援则下,应积及配合离岛各项建设,并随时检讨其军事防务,改进各种不合时以致军事管制措施 违半离前项事项,行政院应每年定期召集国防部及相关部会,当地民意代表及社会人士,举行检讨会议,提出配合离岛建设与发展之具体措施 第十二条,离岛地区接受国民义务教育之学生,其书集费集杂费,由教育部编列与算补注之 应该离岛无学校制有必要至台湾本岛或其他离岛受义务教育之学生,其往返之交通费用,由教育部编列与算补注之 但学生因交通因素无法当日往返居住离岛者,得以该交通费支付留宿于学校所在地区之必要生活费用 第十二之一条,为保障离岛地区学生之授教权,离岛地区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出聘教师应实际服务六年以上,使得提出申请借聘至台湾本岛地区学校 前项所谓实际服务年限,除预应获应征服兵役留职停薪者外,应扣除各项留职停薪年资,以实际服务限职学校年资为限 第十三条,为维护离岛居民之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行政院应编列预算,补助在离岛开业之医疗机构,护理机构,长期照顾机构及其他医事机构与该离岛地区所缺乏之专科医师,并订定特别奖励及辅导办法 65岁以上离岛地区居民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应资付之保险费,由中央政府编列预算之应 对于应由离岛紧急送往台湾本岛就医之级,重症病人即陪同之医护人员,其往返交通费用,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部助之 对于有接受长期照顾服务必要之身心障碍者及老人,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编列经费补助 为维护离岛老人尊与健康,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提供老人每二年一次比照公务人员健康检查项目之体检,其与老人福利法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当年提供之老人健康检查之差额,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编列预算补助 第十四条,离岛用水,用电,比照台湾本岛平均费率收取,其营运单位因依该项费率收费至产生之合理亏损,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核后,编列预算拨补之 但兰与地区住民自用住宅之用电费用应于免收 第十五条,依本条立所为之离岛开发建设,由中央政府编列预算专款之应,若有不足,由离岛开发建设基金部足之 第十五之一条,为促禁离岛地区居民对外交通便捷,凡与台湾本岛兼对外交通费用,应由中央政府编列预算补贴,如细补贴票价者,金额不得低于其票价百分之三十 前项票价补贴办法,由交通部拟定,暴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六条,为加速离岛建设,中央主管机关应设置离岛建设基金,基金总额不得低于新台币三百亿元,基金来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分十年编列预算或指定裁员拨入 二,县,市,主管机关编列预算拨入 三,基金资稀 四,人民或团体之捐助 五,观光博弈业特许费 六,其他收入 离岛建设基金之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七条,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支补助办法,由离岛建设指导委员会会同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彭湖,金门,马祖,绿岛,蓝宇及琉球地区之教育文化应与保障,对该地区人才之培养,应由教育部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定定保送办法,以辅助并促其发展 第十八条,为促进离岛发展,在台湾本岛与大陆地区全面通行之前,得先行事办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与大陆地区通行,台湾地区人民经许可厚得平乡关入出境证件,经查验后由事办地区进入大陆地区,或由大陆地区进入事办地区,不受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法令限制,其实施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九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